各位 里长还记得吗 里长还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您说的议题今天的确是努力的更正了 以及包括蔡里长您刚才提的公元的事情 我两件事情已经回答了 各位 顽评委员比各位严格很多很多倍 就像我讲的 今天带来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就会有意见 记不记得上次在台北市的都委会那天 其实我自己很紧张 因为各位是全程在观察室 最后大家给市府的肯定 我到今天都很高兴 所以我现在清楚回应两位里长的问题 先谈公园 其实现在的公园 只多一栋建筑物 那个就是信义行政中心 假设信义行政中心不盖 那蔡里长那就符合您的需求了 我先做这样一个说明 可是信义行政中心如果盖 我们个人是认为有不少的正面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用数字来回答 我为什么要 试都记 故都记都变更 因为这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绿地 有一些绿地那是15公尺跟20公尺 连信义计划区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从专专业的判断 今天我们没有提交通 我们今天提的是交通局有初步的规划 可是到环平的时候 那个专业团队对于交通耗制 左转右转宽度 那个是高标准的 请给我们时间 所以我先简短回应 这个刚才几位的问题 谢谢 对不对 刚刚讲到停车的问题 事实上刚刚医长讲的 这五叉路口的确实是非常的繁杂 平常这样的流量 在操作上并变化很多的耗制实质 那未来我想 刚刚局长也提到 这些量 我们都会做一个严谨的分析 因为这些道路的确实非常有限 那刚刚提到在环平的时候 会有团队来估算 假设我们偷看了这些道路 假设这些耗制实质 怎么去计算 会让整个流量 会更好 我想这个部分 各位我想我们交通局 也会做尽致最大的打官 以上说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发言是 松油林 张里长 张海追张里长 谢谢 谢谢